有一个哥们给我留言说一天到晚就知道说民主 真的民主的时刻就一大堆问题了 中国有14亿人不同的想法多了去了 我认为你这个说法其实很好 为什么讲很好呢 因为大家追求的民主是什么 民主就是让不同的声音甚至不同的思想可以和谐的共生于同一片蓝天之下 民主不仅仅是口号 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人们生活状态的方方面面 14亿人怎么了 你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咱隔壁的邻国印度妥妥的算是有了14亿人 因为按照维基的介绍前两年它就已经13亿7500万了 你要考虑到它的统计报表的缺失 实际上14亿应该它已经有了 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那当然了很多人也不承认它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 是吧 因为它国内有三十多个邦 它有很多自身的问题 它所谓的民主形态跟欧美也是不尽相同的 那什么是民主呢 你不能说英国的是民主 日本的就不是 美国的是民主 德国的就不是 实际上对民主的解读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绝大多数市场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前面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看到过所谓的四小龙四小虎 有很多是威权国家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不太一样了 在保持威权的状态下 还能保持基本的民主 这会很难 有些人曾经把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 其实它不是 它是一个威权 但是民主的表现 可以说会让你非常头疼 这种头疼 是中国人一直在争取的 什么叫民主呢 民主就是不能以任何一个借口 发起运动 以运动的方式 来抓捕社会上不同的声音 民主 民主相当于君子之交 淡如水 它在潜移默化中 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对安全的保障 你可以说出 与政府不同的声音 政府也非常清楚 是人民建立的政府 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 而民众 是拉税人 政府 是靠拉税人 缴拉的税款 来保护国家利益 保护民众利益的 民主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他们也有很多不让你触碰的东西 但这就是民主 你即便认为民主国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好 但你不能否认 在民主国家你有足够的权力 甚至当你被谴责 被指责 被告上法庭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机会来为自己辩护 而在中国 你有吗 如果你没有 你怎么知道 民主以后的中国会比现在差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中国 更多的人讨论的是自己的生活状态问题 而这个生活状态 经常会因为中国政府对整个世界的态度 对立的程度 或多或少的会受到影响 有的时候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影响 中共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 整个社会是对他充满希望的 因为他说他要搞民主 甚至很多人都在提这个 用黄豆黑豆 进行的民主选举 认为他是一个民主的雏形 但是到了今天 你还看不透吗 70多年来 他所谓的民主 保障了你什么 许多人被捕了 原因不知道 罪名不知道 家人不被通知 这在哪一个法治国家 民主国家 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么你说 这个 涉及到国家机密 涉及到国家利益 这个有 在西方国家也有 但是他有律师介入 你即便是再重的罪名 你最起码能获得辩解的机会 而在中国一个监视居住 半年一年呢 你连人都见不到 律师你都见不着 关在哪不知道 被控告什么罪名 不知道 有的只是 你费劲巴拉的 忙了半天 逮捕你的罪名是 符合逮捕条件 这都涉及到国家利益吗 很多时候不是的呀 涉及到政党的利益就可以 因为最终被判刑的罪名 一般都是煽动颠覆政权 颠覆什么人的政权呢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那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不能被指责 不能被颠覆吗 如果说永远不能被颠覆 那也就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中国永久的执政 牵连执政 你认为这可能吗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不妨碍很多人认为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是因为他没有侵犯到你的权益 他甚至让你更为嚣张 更为自豪 认为中国强大了 中国已经强大到 没有国家敢来欺负你了 然后你还可以玩这个 不对称战争 超限战 甚至依赖别人的网络 跟别人玩网络战 你的流氓已经不能用文字来表述了 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了 那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让很多中国人认为 这个自己的生活状态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就变成了一种犯罪 然后这个世界上 真正获得民主的国家 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但是绝大多数国家 都在标榜自己是民主的 而在中国一谈到民主 你就认为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利 是政府的权利 是政府给你的民主 民主权利是政治权利之一 你不愿意去捍卫它 只愿意让你的上级来赋予你 你是不是颠倒了 民主存在的先决条件 大多数人认为的政治问题 其实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你应该可以说话 但是你现在越来越不敢说话 其实你说话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 你能影响到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言论 你可以在社交软件上发表自己的声音 但是真实的中国有多少人敢干这个事呢 人们都在仔细的维护 自己的边界 尽量让自己不要越雷池一步 我们在质押自己的隐私给这个政权 就是一门心思的想告诉他 我只想活得更舒坦 我不是想反倒 是不是很多人潜意识中都是这样 自我审查已经不仅仅限于成年人了 连孩子们都在被家长灌输 被学校灌输 被教导为要遵循这些规则 那你认为未来的环境 即便是中国民主了 会比现在更差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所以你发表你的观点 很值得倾陪 但不代表我必须要认同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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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